大家好,这里是百味虫娘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干锅土豆 但是自己在家做的 总是没有外边买的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干锅土豆的小技巧 只要掌握这个小技巧 做出来的干锅土豆 比外边买的还要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在买土豆的时候 一定要买小一点的土豆 这样的土豆更粉,更嫩 土豆清洗干净以后 用具脾气,把表皮给它削掉 去掉表皮以后 再用干净的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以后 放在案板上 切成厚片 大概半公分左右 切好以后 装置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稍微晾干一会儿 这会儿再往里边 撒入一点玉米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这一点非常重要 拌匀以后放在一边 再来准备一小块猪肉 把它将成薄片 切好以后 也装进碗中 再来切一点尖椒 中间切开以后 切成马蹄状 两个红椒 也同样的给它切开 同样的也切成马蹄状 切好以后 装进碗中备用 料头也是相当的简单 把大蒜切成片 再来切一点干辣椒 切好以后 装进碗中备用 一颗洋葱 铝板切开 直接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起锅热油 倒油的时候 少加一点油 然后把刚才切好的土豆 慢慢放进来 煎土豆的时候 一定要用最小火煎 大多数饭店里的土豆 都是直接用油炸的 我们在家自己做的话 只要用油煎一下 就可以拉 用筷子将粘在一瓶的土豆 稍微给它剥开 把土豆的两边 煎至微微发黄 下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把煎好的土豆直接倒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少放一点油 冷油的时候 然后把猪肉片直接放进来 翻炒均匀 把多余的油脂给它煸出来 这样炒出来以后 更加好吃一些 朝着猪肉表面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会儿把大蒜 还有干辣椒直接倒进来 煸炒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 往里边加入一勺豆瓣酱 用大火把豆瓣酱的红油炒出来 炒出酱香味 再加入一点生抽 继续炒香 大概炒一分钟左右 把刚才煎好的土豆直接倒进来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让土豆入味 加上一点食盐 再撒上一点鸡精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把青红椒直接倒进来 再炒一分钟左右 让青红椒断身 最后的时候 再加入青红椒 炒出来的味道更香一些 辣味会更重一点 最后加上一点小末香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哇 闻着好香啊 整个房间里面 又充满着香味 一道非常好吃的 干锅土豆就做好了 把它直接倒进砂锅里面 开小火 焖上两分钟就可以开吃啦 这样做的干锅土豆片 既简单又美味 出锅以后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百味厨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